重来更为简单有效的商业思维 本书的作者贾森·弗里德和戴维·汉森 本身就是创业者 书中作者结合了自己的创业实践经历和一些商业案例 来阐述在商业世界里怎样的思维才能斩获最高效率 当然这本书不仅对CEO或者是准备创业的人有用 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也可以学学高效的思维方式 今天主要讲三点 分别是关注更少而非更多 关注不变而非变化 关注技能而非装备 关注更少而非更多 我们先来看厨师葛登·拉姆奇的故事 这位厨师有多厉害 他和他的餐厅一共获得了17颗米其林之星 可谓厨师界的超级明星 拉姆奇发现失败的餐厅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菜品太多 有一颗做遍天下名菜的心 却没有做好一道菜的实力 所以他在工作的时候 第一步通常就是删减菜单 把三十几道菜减少到十多道 然后再琢磨如何把这些菜做得更好吃 在这一点上更有名的是乔布斯 乔布斯重回苹果时 面对一个烂摊子 他并没有想如何制造一款惊艳的产品 让公司起死回生 而是马上着手缩减产品线 最后他确定的目标是 苹果公司只提供四款产品 凡是不属于这四条产品线的项目 不管它价值多大 或者已经投入多少 统统砍掉 因为公司只有精力做好四款产品 这种化繁为简的战略 最终带领苹果走出困境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 自己在面临困难的时候 第一反应是不是加大投入 找更多的人帮忙 花更多的时间 投入更多的资源 但其实你需要做的却恰好相反 先思考削减 把精力集中到真正重要的事情上来 像放大镜一样 把光聚起来 才有点燃纸张的力量 关注不变而非变化 Chanel品牌的创始人 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可可香奈儿女士 她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 潮流一世风格永存 这句话不仅适用于潮流涌动的时尚圈 也适用于变化层出不穷的商业世界 比如亚马逊CEO杰夫·贝佐斯的 逆向工作法就很出名 他认为战略应该建立在不变的事物上 所以亚马逊致力于提供更低的价格 更快的配送 更多元化的选择 因为这些需求 不论在什么时候 都是有市场的 再比如今天很火的知识付费 我们总认为它是新兴的事物 但你仔细一想 上学上培训班都是为知识付费 不论是听音频还是看文字 不过是学习的形式变了而已 学习的本质并没有变 学习这个需求永远存在 只有懂得把握住不变的核心 把事业建立在不变的基础上 而非追赶潮流 你才能具备更长久的竞争力 你可以经常问问自己 在接下来的十年内 有什么是不变的 而不是接下来的十年内 会发生什么变化 有些业余的摄影爱好者 把注意力过多集中在摄影装备上 好像有了顶级的装备 他们就能拍出顶级摄影师的水平一样 为什么总有人执着于摄影装备的好坏 而不讨论摄影技术的好坏呢 因为买一个高级配置的相机 显然比练就好的摄影技术方便多了 尤其是初学者 很容易犯这个错误 总想着走捷径 整天研究哪个装备更好 而不是把大量时间花在技能练习上面 但是你要知道 即使你拥有了朗朗弹过的钢琴 你也没办法弹得比他还好 让朗朗真正成为朗朗的 并不是他弹了哪架钢琴 而是他十年如一日的练习 装备并不是关键 技能才是关键 好的装备是锦上添花 好的技能才是你成功的基石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 如何才能拥有简单高效的思维方式 关注更少而非更多 关注不变而非变化 关注技能而非装备 聪明的你大概发现了 这三部分的核心主题就是 聚焦聚焦再聚焦 聚焦到核心目标 核心需求和核心技能上面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能够给你带来启发 记得给我们点赞鼓励哦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欢迎把它分享给更多的家人和朋友 请不吝点赞鼓励哦 字幕志愿者 рий kills人